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坚一整个人不在状态 他想让自己攻击更有杀气 长老说不是这样的 他也想教导坚一 这番话让大家都惊讶 因为眼前的男人是不收徒弟的 另一边,星白联合打算拉拢纪沙罗 骑个飞拿出小猫咪 瞬间让纪沙罗破坊 星白就这样多了个猛将 还有就是第二拳豪已经开始行动 他可能是三王牌中最可怕的存在 长老要带坚一外出修行 是那个可怕的黑暗之谷 修宇吩咐建议无论如何 都不要迷失自己的心念 他们来到长老年轻修行的地方 称之为日本的心脏,黑暗之谷 这里是遥远的深山 里面空气浓密 在这修行可以让山快速回复 还可以获得强大的集中力 但长老却要建议啥都不甘的 在这里度过七天 长老想让建议提升荒野求生的能力吗 建议不时感到背后有阵凉风吹过 建议还要负责自己的晚餐 到晚上啥都抓不到 于是长老让建议去周围找找 建议找到鬼核桃 这东西特别硬又没啥果实 建议晚上偷偷打木桩 搞得第二天没力气了 第二天被长老痛骂一顿 他说在森林闭关 就算吃木棍 喝泥水也要活下去 先活着才可以进入下个阶段 结果建议整整三天都吃核桃度过 长老说森林里还有很多水果 转身就拿了一大堆水果出来 建议也时不时感觉到怪疯 建议为了抢长老的果盘 搞得自己迷路了 而且这几天他都不知道干嘛 到了晚上建议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最终倒下了 邱宇对大家说这市场豪赌 只要建议能从黑暗谷走出来的话 肯定可以提升一个档次 如果有什么意外 他们认识的建议会从世上消失 幸好建议被一个男人救下 男人叫朱芳一神灾 他在身上砍柴雕刻佛像 建议跟朱芳说起 为了打倒奥丁而进山修行 但却啥都没干 另一边邱宇继续解释 武术家分为两类 第一个是进行武术家 第二个是爆发愤怒 解除限制的行动武术家 现在建议就处在二选一当中 长老虽然不是让建议解除限制 但做的也是同样危险的事 建议在提水途中遇到凶残的月牙熊 这时 一神灾一脚把熊踢飞 这时任山伯的各位终于明白了 长老是要让建议渐渐一神灾 他是两三伯上任大弟子 一神在打倒熊后还残忍地攻击熊 长老看得出一神灾眼里充满杀气就逐出师门 但他们也只能相信长老 一神灾因为某些原因躲到黑骨修行 他说建议身体有点特别 他体内就像一位扩张的基础工程一样 让一神灾也想教导建议 长老的用意是想让建议看看进入修罗道的人 而且建议输给奥丁让他有点不对劲 另一边一神灾会教建议真正的武术 只要建议学会杀法 他就可以成为世界最强的男人 建议一番思考后还是拒绝学习杀人的技巧 一神灾听到自己讨厌的男人说过同样的话 眼神露出杀气 最后一神灾还是以下带过 一神灾最后把建议送回长老身边 长老因为建议没有选择杀人武术 可鱼还是要自己捕抓 长老让建议把心里的波纹平静下来 如此一来周围就跟明镜一样了 这就是明镜之随的境界 建议一下子就进入状态 可能是太久没练武没了斗气 长老让建议更加沉静 建议身边出现滞空圈 当鱼进入圈内时 建议只要预测鱼的前行方向 就可以轻松捕获 突然建议挡住长老的攻击 原来从一开始长老就偷偷踢建议头发 另一边狂战士已经开始袭击新白的小弟们 弗雷亚也带着手下找到梅宇和纪沙罗 另一边的狂战士已经把鱼喜田踩在脚下 还顺便躲开武田的攻击 狂战士是没有练过武术的人 是个天才 武田的动作在他眼里就像慢动作一样 三两下就把武田打趴 星岛出现引诱狂战士到某个地方 另一边梅宇终于抓到弗雷亚的武器 弗雷亚把武器藏起来 再迅速的使出刺激 纪沙罗要梅宇让开 他要独自对付弗雷亚 星岛透过双重陷阱把狂战士困住 但还是困不了狂战士 关键时刻 齐格飞就下星岛 他们在围栏上战斗 让齐格飞发挥不了擅长的反击 被打到肋骨都断了三根 齐格飞抱着必死决心抓住狂战士追合 狂战士启动狂战模式就轻松解脱 幸好师傅们在场解救齐格飞 纪沙罗在弗雷亚的木棍下根本无还手之力 弗雷亚不明白的是 纪沙罗早前明明那么崇拜自己 可转眼就变成敌人了 纪沙罗与坚力的相遇改变了他 被下定贯彻到底的坚力感染 纪沙罗认为晋升战就可以破解棍树 弗雷亚的木棍可以拆解成短棍 用于晋升战 梅宇这边已经清理完渣渣门 纪沙罗想到梅宇的动作决定试试 纪沙罗瞬间学会梅宇的动作 挑到弗雷亚上方利用下批 追加一脚把弗雷亚的武器破坏了 身为棍使得他已经不能战斗了 弗雷亚使用棍也只是不想杀人 看来他也有善良的一面 第二天下嘴上说不要加入星白 却担心星岛他们 星岛小弟把留言交给夏 第一边洛基已经包围星岛 来到菅宇这边 他被长老残暴的训练 身体差不多要散了 休息时他手机突然收到星岛的求救讯号 长老看到菅宇等着朋友遇难 眼神都变得锐利 果然菅宇才是最适合当梁山伯的弟子 回到星岛那边 托尔和夏也站起来保护星岛 菅宇已经拼死地赶回来 当星白的局势变好时 奥丁和款战士出现责问无能的洛基 为什么自己不动手抓人 奥丁让他回家喝奶去吧 洛基觉得实际到了 教出自己培养的星拳豪造反 还把首领位置让给狂战士 纯丽神圣驻神黄昏 小弟们都把枪头转向奥丁 狂战士的行动让人惊讶 他先是奏菲洛基 再轻松瓦解心生八拳豪 狂战士只跟随任何的男人 星白又被围起来 托尔打算先发自人 却被奥丁一掌打到内伤 正当托尔打算牺牲自己时 那个男人从天而降 坚衣帅气回来 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